小S下周二就要迎来她44岁的生日 很难想想曾经在电视上蹦蹦跳跳像个小女孩的她 一路结婚玉女,转眼人生已经进入四字头 这一年小S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先是新综艺小姐不惜地开播,重会主持工作 虽然紧张但成绩不错,节目已经获得电视台第二季的预定 并要给她建新的摄影棚,可见新节目很受电视台重视 由于下周即将是小S生日,电视台录像当天特别安排情生惊喜 以小S最爱的红酒为概念,除了准备一颗客制化的翻汤蛋包 还有制作人比尔送的红酒,让她开心欢租我回家就要开喝 班底和助理主持人派翠克也送上各自精心准备的礼物 而生日礼物不止如此,还有特别的惊喜 居军夜专门为小S录制了一段视频轻声 在视频里居军夜用英文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还加上了小S的小名婷婷 并在生日快乐歌的最后唱道你 是世界上最棒的小姨子 I love you so much 小S看到食品后非常感动 对这食品说了一句I love you 土 这又让大家联系到了之前两人的交往 大S关玄结婚后 小S这边对杰夫一场亲切 他应该是大S家中第一个接纳他的人 而且小S对杰夫的认可不超高 常常在媒体面前夸赞据惊艳 小S还表示未来第一个旅游地久 选韩国要请杰夫吃饭 还许愿他喜欢的韩星能一起出现 6月8日小S在社交网公开一段视频 是韩国国民杰夫斯刘在世和曹世高跟大小S打招呼的影片 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 原来 居君也上了刘在世节目 You are the black接受采访 刘大神之报 小S是他的粉丝 特别在节目结束后 录了影片给他 让小S开心不已 影片中刘在世和曹世高开心 用中文理好跟小S打招呼 接着就用汉文表达想要和大小S见面一心情 刘在世说你好 西蒂小姐 我们现在通过视频跟你打招呼 之后真的要见一次面 一旁的曹世高就用英文补充 请来韩国玩 来吧来吧 留在石校园 我们智慧短短的英文 没办法对你穿达太多 总之希望大哥还有西元大嫂能幸福 也希望我们见面打招呼的那天快点到来 四时曹世高 再度用英文表示 你来韩国 一起晚餐 留在石 还承诺 如果小S去韩国的话 就会好好招待他吃饭 小S看到影片之后 非常开心 留完说 我是不是要准备进军韩国啦 不懂韩语的他 也立即向网友求救 我需要汉文老师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e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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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